歡迎來到我的青霞浩 感覺就是在家裡面的延伸 它有時候是廚房 有時候是客廳 有時候是我的書房 有時候是我的臥房 非常非常多的樂趣 音樂 這台車的方方正正線條就非常好看 所以我一開始就很喜歡這台車 這台是2013年11月簽的 到現在已經超過六年了 改造一個自己最喜歡的一個 顏色跟一個模式 超過一百萬以後就不再算了 主要是把引擎室裡面看得到的東西 還有底盤還有這個外觀 那最重要就是裡面的內裝 照我的生活方式需要的 然後做一個露營車的模式這樣子 引擎室是我們最重要的心臟的部位 我們講整理就是 你看到的都要把它整形 要有這樣的決心了 這個水瓶對臥引擎呢 它這台車最會出麻煩的就是水路 因為它水路要從前面沿到後面來 所以水溫很重要 再來就是這 它是有三條皮帶 都是半年到一年之間 我就把它換一遍 很暖氣系統 這個費用也不低 因為老車大家都很怕說 電路老舊了火燒車 所以我把會火燒車的可能的因素 我都把它解決掉 所以我在這邊設計了一個衛星 可以看得到 裡面這個保險絲有沒有燒龍呢 他來的時候只想說是假日帶家人 一起出去旅遊 露營的車子 後來自己平常到禮拜一禮拜的時候 又捨不得開上班車 又繼續開這個車 所以現在變成這個車開的是 一個禮拜的時間是最長的 上班之前 今天的一整天的準備之前 我可以帶著早餐 然後車上煮個咖啡 自己在車上 就像移動辦公室一樣 在家裡面的延伸 它有時候是廚房 有時候是客廳 有時候是我的書房 那有時候是我的臥房 那非常非常多的樂趣這樣 它可以到每一個地方的時候 好像我的家就搬到那邊去 這樣子我可以一日兩日 甚至很長的時間 一直希望說有一個 可以跟家人出去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對坐吃飯的一個 像小小的一個餐廳 然後還有一個客廳 可以跟大家互動的感覺 在中間轉一個圈 每一個位置我都去設計過 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個要有爐子 要有水槽 才會像是有自己的廚房一樣 我這邊裝的是一個活動式的一個三口爐 它有兩口是瓦斯口 然後一個是烤箱 下面烤箱是可以烤麵包 那我平常的話就是煮水煮咖啡 在這邊煮東西 對 所以我的設計盡量都是 以我自己的身材 我可以手拿到的 那我最常用到的離我最近 所有的餐具在這邊 下面是一些工具 那裡面還當桌子 桌子有分就是 像我女兒的高度 我設計就她的高度 那平常我也可以用 那如果像我們這樣對坐的話 有一個桌子可以吃飯 我所謂的這個車子裡面的客廳 最重要的我想是水槽也是很重要 裝了以後才發現 再也不想回去沒有水槽的車子 洗手以外 我還可以拉到外面去 這個伸縮可以拉到外面去洗澡 這個就是希望我一樣都能夠多用 像在家裡面的感覺 木地板 座位下面是一個馬桶 我把它稍微再美化一下 安全性的問題 保持是12V的車用的 所以大多的家電都是以12V為主 那小孩子要看卡通 所以又裝了電視 那裝電視 那又要裝冰箱 夏天的冰箱很重要 冬天的話 我就會把它拿下車 換成我的駐車暖氣 像下雪的時候 我就特別想要在雪地裡面 自己去享受那一個 只有一個人在雪地裡面 然後煮上一餐 那它就是一個標準的雙能床 它原廠的雙能床 它的尺寸就跟標準的雙能床尺寸一樣 這個床已經30年了 可是它的這個彈性 跟這個布的磨損幾乎感覺都如新 只有顏色舊了點 它的二手價錢還非常非常的貴 六年來它是我一個很好的一個夥伴 那大概我們上山下海它都跟我去 我最難忘的是說在這個 武嶺山上的時候 在河灣山上的時候 上山上得太快了 半夜看到感覺到自己有那個高山症發起來以後 就開始全身不對勁 我想說喝酒喝一點酒可以保暖 結果喝了酒以後就越來越嚴重 整晚非常非常的危險 也自己一個人在這 但是就是覺得說 只有我的狗跟著陪著我 這樣子 我覺得全世界就我們兩個人這樣子 在太平山上面的時候下大雪 然後它整晚 我還想說它是不是掛了 不動了 因為我們兩個都太冷了 然後我又不敢睡著 看它不動了 用一搖搖好久它才醒來 我才知道它是活的 在上個月它走了以後 我時常都會在車上都會看到它的影子 這樣 這個是它的那個 它的鏈子 那我想說把它掛來這邊 那我覺得一直有跟它一起出去 它真的是很感傷 現在當然有很多的先頂的新的車子出來 當然新的車子是好開 但是我想我在這個車子上面 也花那麼多年的第一個心血 第二個 久了就會有感情 你跟它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會覺得我會把它繼續開下去 要不要再看一眼 就會讓它到來 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你會看一眼 整個車子 你會想看一眼 你看一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